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範例還有很重要的這個觀念是這個 你可以發現其實我有幫你把這個照片先準備好 可是這個你要怎麼樣讓它呈現這個方式出來有沒有 這個我們一般在photoshop裡面也好 或者是那個photoshop裡面都一樣的概念叫做塗層遮瑟片 塗層遮瑟片也就是說我今天的照片雖然是四四方方的 可是呢我透過增加塗層遮瑟片的方式填入黑色跟白色中間的灰階 那白色代表不透明黑色代表透明 然後呢如果是灰色會變半透明 好會變半透明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怎麼做的您看一下 好你進到這邊來之後一樣的 我現在呢在我把那兩張圖把它叫進來開啟成為塗層 你找一下我們這個練習檔裡面有兩張 隨便找一張看你要哪一個人你比較喜歡的你就點它吧 比如說這個好就把它叫進來 好那進來之後呢它現在在裡面我把它拿到外面 把它拿到外面來OK把它放大一點這個點到它 按住Ctrl鍵是等比例縮放有沒有 好完了之後按下Enter好移動它請你按移動工具 如果這樣放進來當然也可以對不對 也是一種方法可是呢這樣感覺起來稍微比較硬了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你看按右鍵這個塗層按右鍵 下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叫做加入塗層遮色片 你如果加進去之後呢你會發現 右手邊待會右手邊多一個 那我們來看你從這邊來講的話我會比較喜歡 因為我現在要有那個筆刷的感覺 所以我會想要先用什麼先填它幫我填黑色的 你就填進去待會做完之後這張圖片會不見 因為黑色代表透明的代表透明的 所以你看我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那張圖不見了 而且呢有沒有注意到右手邊這裡 是不是多了一個出來 這叫塗層遮色片 那你有看到呢現在我在編輯的就是它 所以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白白的 表示我在編輯的就是塗層遮色片 那你進到這裡面呢你可以打字啊也可以什麼 也可以用其他的工具 你反正只要能夠畫出顏色就好了 產生顏色就好 你用漸層也可以喔 你看喔如果用漸層 我點兩下 漸層現在有沒有跑出來 你看我把你畫看看 我從這邊畫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那個感覺 所以有些時候其實我們在影像合成 也常會用這種嘛 對不對 那我畫的是這樣子 你看一下有沒有真正有畫這樣 所以哪裡會留著 是白色的地方透出來 黑色是不見 中間有沒有變半透明 有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你希望這個人清楚一點 我就從這邊往這邊畫 錯了 從這邊往這邊畫 不一定要完整的嘛 因為我剛剛畫的範圍是這裡到這裡 所以這個以後是完全不透明 這邊是完全透明 中間半透明嘛 好那但是這並不是我要的啊 對不對 因為這樣還是比較生硬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一個東西叫筆刷 我先還原一下你看這裡 你看這裡 這裡有沒有筆刷 點一下 一樣打開兩個 你看到呢這裡 它其實筆刷呢也有很多種喔 有沒有發現它有很多種筆刷 Photoshop也有很多筆刷 那你可以先點兩 你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看哪一個你覺得比較喜歡的 你也可以試看看啦 好點了之後呢 點到一個你覺得 嗯應該還不錯的 它的Size就比較特別 你可以直接這樣拖曳 有沒有 比出來Size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稍微移到外面來看一下 有沒有 這樣 好那你先看看 我們的這個工具箱 這裡有沒有兩個顏色 有沒有 一般我們稱這個叫前景顏色 叫背景顏色 所以 前景顏色就像筆刷啊 文字啊 就是這個顏色 就從這邊 那我現在就填白色嘛 我要讓它出現對不對 白色 好這裡我先收起來 你就刷 刷 請問有看到了嗎 我雖然塗的是白色 可是怎麼樣 這邊塗的是白色啊 可是我並不是真正塗在圖片上 只是決定它的透明度而已 有了解它的感覺 雖然都是做遮色片沒有錯啦 但是 我也可以讓它用這樣比較 不規則的出現嘛 那通常啦 我會避免就是在這邊變這樣 為什麼 你看我點旁邊 有沒有發現這樣 這個角又跑出來 怎麼辦 不想這裡 可不可以換個顏色 邊倒過來 就可以把它怎麼樣 是不是就刷掉了 有沒有 我現在用了黑色啊 反正白色會出現 黑色不見嘛 就這樣子而已 了解了嗎 ForeShop你也可以這樣做喔 這樣有沒有了解 什麼叫塗層遮色片的概念 再講一下喔 按右鍵 是加入塗層遮色片 加入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你喜歡的 不管是漸層也好 筆刷也好 還是你要打字也可以喔 有的人喜歡做什麼 好像打一個字在裡面 然後後面就是照片啊 有沒有看過那種效果 就是照片裡面是圖片 但是照片當遮照 不是圖片當遮照 文字當遮照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喔 好給你玩看看喔